原神竟然要建发电站,这怎么可能? 一道魔鬼绿光将人类全部石化 转眼过了3700年,人类退回了实际时代 复活的科学天才千空,要带原神建发电站 首先,找出铜光池,高温炼成铜水 倒入特制的圆盘,冷却成心后得到了铜盘 再用石锤敲屏,然后在铜盘的中心定块木桩 缠上根细线,一边做圆周运动,一边拿石锤连续敲口 一块铜盘出去出行,接着从库房找出硬石头 也就是钢月,它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 原神分空合作,一个两手摇转铜盘 一个将钢月绑在猪头上,就近高速飞转的铜盘 碰撞在钢月上,直冒火星,变缘越磨越锋裂 随后千空找来逃罐,将原神调制的漆倒进去 两手抓住铜线上切,这是给铜线做保护层 防止漏电出现,队友忍不住了,好奇金刚嘴巴怎么回事 原来他对七过敏,构件都制成后,立刻进行组装 就件木架台上,两个铜盘分别用后木板夹住 再用两根粗竹相连 竹上呢,分别绑有一块强力磁铁 这是千公里导雷电,电机铁器,制成的强力磁铁 再将铜线接上,用于导出电流 当这两块铜盘在磁场里进行切割磁感应线动作时 就会产生磁感应电流 发点机就这么制成了 千公达成成就,获得了发点机 但有个问题,发点机是首摇式 必须找两个聪明人同时摇动铜盘 才能产生电力,而且行动要合拍 那么这么聪明的人才,千公能找到吗 千公要找的聪明人就在这儿啊 屏幕前点赞的小伙伴不就是吗 不过呢,千公这边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村子里的狼兄弟,金狼银狼 没成想,金狼当场回绝 不去,这在千公的预料之中 此前,金狼的宝贝黄金枪被琥珀抢去做实验 结果碎成渣渣,然后就和金狼结下梁子 这时,潜无患出手了 竟然,仅凭一句话就打动了金狼银狼 只要有电力,金枪银枪随便做 当天晚上,金狼和银狼就正式上岗 体力充沛,节奏回拍,没了就能摇转铜盘一圈 真不愧是亲兄弟 千无患不太相信,仅凭两人转铜盘就能发电 直到千公拿出杀手锏,他才彻底相信 就见千公用特制竹子,烘烤出了竹纤维 每出完折都是直角,说明就跟铁丝一样 强度和塑造力非常强,而这就是灯丝 千公和克罗姆爬上屋顶 千公两手各拿一根铜线,分别接住竹纤维的两端 瞬间,竹纤维就发出微光 随后,光的强度逐渐增大,甚至开始刺眼 这是人类石化3700年后 地球上第一次亮起人造光 看来,在千矿带领下,人类文明再次重启 所有人都震惊了 实验基地被照的通亮 就连远处的村子都被灯光笼罩 动物们都傻眼了,这是上帝降临吗 十多秒后,灯光就消失了 原来,发光的高热量让竹纤维无法维持太久 但就这十秒,差点把金狼和银狼累死 晚上,钱无患决定返回四帝国 突然,身后钻出个神秘人 一拳,就将钱无患击飞 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钱无患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神秘人举起长枪,狠狠刺向钱无患 杀在他的腹部上 钱无患失去知觉 这时,琥珀听到动静,立刻跟众人赶来 就看到钱无患被枪刺中,倒在雪波之中 琥珀见他伤势其重,断定当场死亡 钱空拔起长枪,竟然发现,刺中的是雪袋护板 看来这小子,早就提访有人对他下死手 钱空更加欣赏钱无患 真是面面俱到啊 他将钱无患带回库房疗伤 虽然伤势极重,但至少保住了命 众人非常奋怒,究竟是谁干的 这时,西瓜奔出库房 化身西瓜侦探,前去调查真凶 这个西瓜可不得了 虽然只是九岁的小女孩 但却是石器时代最强侦探 经过一夜奋战,西瓜终于查清真凶是谁 正是村子里的大力士马姑玛 昨晚,西瓜藏进草丛里 头听到马姑玛和小弟对话 他原本想处决虎泊 但是没有机会 正好等到钱无患,就顺手解决了 虎泊记起前几天 钱无患在马姑玛面前变魔术 马姑玛以为钱无患擅长妖术 将来必是强大对手 然后就偷袭了钱无患 不过,虎泊想不到 马姑玛竟然这么敌视他 克隆表示啊 你可是大猩猩,谁见你都害怕 下一秒,虎泊就暴走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 千空不解 马姑玛和虎泊一个村子 有啥身受大恨啊 虎泊讲出实情 原来,半年以前 村子里举行御前决斗 只要赢得冠军 就能够迎娶虎泊姐姐琉璃 以及继承村长之位 马姑玛杀进决赛 当他看到体弱多病的琉璃时 竟然诅咒,琉璃早点死 虎泊听到这话 傻意瞬间勇气 抄起盾牌 就把马姑玛捶倒了 于是,他就夺取了冠军 从那以后,两人就结仇了 千空这才知道 村子里还有这种习俗 虎泊表示 下个月,御前决斗要重赛 要是我们科学王国派出男性 击败马姑玛 夺取冠军,迎娶姐姐 拿下村长宝贝 就能让村民加入科学王国 全力发展科学技术 给琉璃研制万能药 于是,众人找到金狼银狼 琉璃直接开门见 你们想举琉璃为妻吗 两兄弟直接下注 下一秒,银狼就开始幻想 金狼大骂银狼是渣男 看女人竟然只看外表 琉璃如实告知实情 金狼和银狼决定帮这个忙 两人接受琉璃模维训练 科罗某因为战力太低 无法成为格斗选手 千空就带他专心研制万能药 然而没过几天就出事了 钱无焕竟然偷跑了 千空知道 他肯定是回去找私了 此时,钱无焕狂奔在森林里面 他忍着剧痛,狂奔一上午才赶回私帝国 他告诉斯 那边有个原始部落 我和他们打了一架 受点小伤 所以回来晚了 而斯只在意千空的死活 另一边 实验基地 琥珀担心 钱无焕会告诉斯 千空还活着 拔腿就去追捕 千空赶忙拦住 两人来了个地动 还是琥珀在上 琥珀不满 然而千空丝毫不忘 要是他对科学没有什么兴趣 一开始就不会帮我们 我们发电成功的那一刻 他就决定选哪边了 众人既诧疑又惊喜 想不到 钱无焕会加入科学王国 但谁又能保证 他不会叛变呢 正如千空所料 在斯帝国这边 钱无焕告诉斯 千空他 哪里都找不到 而千空也惊醒 钱无焕肯定会回来 在此之前 还得给他做瓶冰镇可乐 这是钱无焕离开前 两人定的承诺 不过这事还得缓缓 趁着钱无焕拖住斯 千空抓紧研发万能药 下个目标 玻璃 科罗姆听不懂 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千空科普 玻璃能够承受药剂腐蚀 硬度惊人强到爆炸 而且无色透明 可以随时观察药剂状态 科罗姆简直不相信 真的假的 太强了吧 你绝对不相信 实气实在的原始人 竟然要做玻璃 第一步是要先找到龟沙 这是玻璃的原材料 但这东西非常难找 幸好科罗姆收集过 一种透明石头 学名叫水晶 这种水晶属于石英石 而龟沙就是由石英石得来的 在科罗姆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这座大山 水晶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千空发现 这里还有很多花钢岩 而花钢岩 有20%到40%的成分 都是由石英构成的 千空更加笃定 这座山上必有龟沙 它轮起石斧 砸开岩层 就像下面全是龟沙 三人立刻分散收集 他们这么辛苦 只是为西瓜做演技 西瓜是个九岁女孩 因为有近视眼 看东西不方便 千空便决定 给她做眼镜片 众人收集过龟沙 返回营地后 立刻进入第二步 先将龟沙 碾成细沙 然后收集三种物质 第一是碳酸钾 碳酸钾被壳里就有 砸碎以后 那些粉末就是 比例是10% 第二是海藻 海藻海里遍布 采集后烧成灰 比例是20% 第三是千 这东西可不好搞 但在克罗姆的库房里 竟然发现了方千矿 高温就能提取出千 之后是第三步 混合所有材料 送进火炉高温融化 冷却成型后 超透明的千布里 就制成了 众人从来没有见过 直呼太漂亮了 第四步 千空利用竹筒和绳子 做出了简露板磨片机 专门用来打磨玻璃 但是还缺一件关键物 那就是钢玉 克罗姆赶紧去拿 千空科普 玻璃的末世印度是6 钢玉硬度是9 非常合适 琥珀插不上画 男生竟然这么爱石头 克罗姆拉动绳子 带动竹筒高速旋转 竹筒内嵌着钢玉 连带着也旋转起来 如此快的速度 正好用来打磨玻璃 西瓜则负责浇水降温 三人高度配合 很快就磨好了眼镜片 千空画出视力表 拿片树叶挡住西瓜眼睛 通过测试西瓜视力 不断调整镜片厚度 调整差不多了 就安在西瓜头套上 西瓜戴上头套 瞬间就看清楚了向日葵 居然是那么的美 狗子也看清了 千空和克罗姆也看清了 西瓜激动落泪 它是第一次体验到 科学带来的幸福感 下午三人河边休息 千空表示 接下来我们要做玻璃器皿 西瓜的劳动力大幅提升了 能顶半个成年人了 千空达成新成就 获得了玻璃 三人返回实验基地 开始下一步的研发 然而很快 千空就又遇到了大麻烦 本集完 本集是十几元第一季的 第九到第十一集 本集问题 大家觉得 电给我们带来的 最大的好处是啥 发到诺区哦 什么 博言说把手接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说说本片 博勒认为 这帮原始人类 科罗姆比较帅 每天着急蓬勃 活力四射 西瓜比较可爱 她虽然是个小孩子 每天带个西瓜皮出门 婆婆呢 是个女汉子 能当女友 也能当女保镖 钱无患看来也不坏嘛 没有告诉斯千瓜活着 只是说找不到 但感觉斯 还是没有完全相信钱无患 毕竟斯强者多疑 她的智商也很高 具体我们下集结的看 好了 等期间我们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长一点点赞 还有观众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